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尔税务师税法一 好题特训营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 来给大家讲解第四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 直作好题 首先是单选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特点 下连说法错误的是 那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特点 总共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税款 专款专用 这个税收呢 收上来是专门用于 城市的维护建设和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的 所以说A选项呢 它是对的 专款专用 B呢 它是一个附加税 这个也是对的 它是附加于增值税和消费税之上的 对吧 只要是需要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纳税人同时要缴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 所以说B也是对的 C呢 根据城市的规模来设计税率 这个也是对的 咱们城市规模比较大的 比如说你在市区的 我们的税率呢 就是7% 那你如果城市规模比较小 在县城和镇的 咱的税率是5% 那你既不在市区 也不在县城和镇的 我们的税率是1% 所以说它也是对的 那第一选项呢 征税范围较窄 这个就说错了 为啥 因为它是附加于两税之上的 只要你需要缴纳两税的 你都需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那咱可以想一下增值税 它的征税范围多广呀 对不对 各行各业都要缴纳增值税 那缴纳增值税的同时 是不是要缴纳城建税呀 所以说它的征税范围是非常广的 而不是窄的 它问错误的 错误的就是递选项 好这是第一道 接着呢是第二道 下列各项中应该计入城市维护建设税 计税依据的是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呢 就是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对吧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那你出口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则 同时呢 减免两税的时候也会减免城建税 对吧 那我们既征既退 先征后退的增值税呢 是不会给你退还城建税的 此外呢 因为它出口不退 所以说出口免底税额 我们也是要加进来的 但是期末留底税额 留底退税的那个税额 我们是可以扣掉的 此外呢 我们查补两税的税款 也要记入计税依据中 去缴纳城建税 但是查补两税 加收的支纳金和罚款 咱们是不作为计税依据的 对吧 我们会对城建税额外的去进行 支纳金和罚款的处罚 所以说你看一下啊 A 退还的增值税 期末留底税额 这个是要从计税依据中扣掉的 所以说它不记入 B呢 欠税被处以的罚款 它不是作为咱的计税依据 我们会额外的对城建税 予以处罚 予以罚款的处罚 所以说它不作为计税依据 对吧 那C呢 境外单位向境内销售服务 缴纳的增值税 这个就属于进口服务了 进口是不争的 不管你进口的是货物服务 劳务无形资产 咱们通通都是不需要缴纳 成建税的 所以说它也不是 那D呢 我们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 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 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呢 其实就是要给你 本来是要给你退的税 只不过没给你退 对吧 拿过来先抵内销了 那被抵掉的 被内销的应纳抵掉的那一部分 就叫免抵 就是当期免抵的 那内销的应纳本身是应该交成建税的 但是你被免抵抵掉了 抵掉了怎么办 你要把这个免抵抵掉的这个税额 重新计入计税依据中 重新去缴纳成建税 所以说免抵的增值税税额 是要计入计税依据里面的 这个上课是重点给大家讲过的 所以说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D选项 D是要计入计税依据的 好接着呢 第三题 某市区假企业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当期销售货物实际缴纳了增值税30万元 消费税15万元 进口货物缴纳进口环节的增值税2万元 问你当期应该交多少重建税 首先呢 它在市区 所以说我们能确定 它的税率是7% 其次呢 它的计税依据中是包含实际缴纳的 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但是不包括进口的 对吧 因为进口咱们是不争的 所以说那你的计税依据就只有这个30和15 这个2万元是不交成建税的 那成建税的应难税额就等于30加上15 乘以咱的税率7% 对吧 算出来呢 应该是C选项 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 C是对的 好 接着咱们一起来看第四道题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它的税率形式是什么 它的税率形式首先是比例税率 对吧 那咱其次呢 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 设计了不同的比例税率 所以说它是一个差别比例 这个差别比例是按照什么来差别的呢 是按照地区来差别的 所以它是一个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对吧 所以说A选项是对的 那我们分别看一下BCD 有哪些代表性的税种 行业比例税率 咱们增值税其实用到的是一个行业差别比例税率 对吧 我们销售货物跟销售服务 或者是销售不动产 或者是那种提供劳务 不同的行业 它会有不同的税率 所以说增值税 它有行业差别比例税率 但是同时呢 增值税也有产品差别比例税率 对吧 因为我们有低税率的货物 也有高税率的货物 所以说呢 行业比例税率 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增值税 那么产品比例税率呢 我们有这个消费税 我们学过的消费税 也是不同的应税消费品 它会对应不同的税率 对吧 那咱增值税里面也会有所体现 D呢 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这是你们税二学过的 那个契税比较有代表性 契税呢 它是给了一个3%到5%的幅度 你可以各地政府 可以在这个幅度内 自己来决定当地所适用的一个税率 所以说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契税 那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它的正确选项应该是A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好 接着是第五题 4-5 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 适用税率的说法 正确的是 适用的税率呢 我们有一个总原则 就是就地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 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机构所在地 来缴纳这个税的话 我们就用自己所在地的这个税率 但是呢 我们增值税里面 有一地预缴的规定 那一地预缴增值税时 同时也要预缴成建税 那你用的就是你预缴地的税率 那我们再来想一下 在消费税里面 咱们还有代收代缴的规定 委托加工环节 是吧 要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你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同时呢 也是要代收代缴成建税的 那同时用的也是受托方当地的一个税率 所以说它一个总原则 就是就地原则 就地原则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行政区划变更时 咱们是按照变更当月 就开始改变你的税率了 对吧 有些行政区划会进行变更 本来它是一个现成的 但是呢 行政区划变更为市区了 那这个时候 你本来是5%的税率 在变更的当月 你就要适用新税率7%了 是这个规定 好 那咱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 首先A呢 纳税人预缴增值税时 要按照机构所在地的税率 来缴纳成建税 错了吧 预缴增值税时 你同时预缴成建税 用的是预缴D的税率 所以说 A选项的说法是错误的 B呢 行政区划变更 要从变更的次月起 适用新税率 错了 不是次月 是当月起 就要适用了 那当月是用你是在下一个申报期申报的时候 因为下一个申报期 申报的就是上个月的这个成建税嘛 对吧 你申报的时候就要用新税率来申报 C呢 流动经营没有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 是按照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所在地的税率 就地缴纳成建税 这个是对的 对吧 流动经营一般指的是增值税 流动经营的增值税的纳税人 是在他的销售地来缴纳增值税的 那你在销售地缴纳增值税 就用你缴纳增值税当地的税率来缴纳成建税啊 所以说 它体现了咱们的就地原则 这个是对的 D呢 寿托方代收 代扣增值税消费税 按照我们纳税人机构所在地的税率错了 他又没有体现就地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采用的纳税人机构所在地 而是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因为他在扣缴你增值税消费税的时候 同时要扣缴成建税 所以说是用的扣缴人所在地的一个税率 是就地原则啊 他没有体现 错了 那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 就是C选项 好 接着呢 是第六题 某企业地处市区 市区 税率是多少呀 百分之七 对吧 2022年7月 被税务机关查补增值税 四万五 消费税两万五 企业所得税三万 还被加收了支纳金两千 罚款五万 那问你要补交多少成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首先呢 成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它的计税依据就是被查补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那企业所得税呀 支纳金呀 罚款呀 都不属于咱的计证依据 对吧 所以说依据就是四万五 加上两万五 税率呢 成建税用的是百分之七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率呢 是百分之三 你一乘就可以算出来啊 这道题非常简单 应该是B选项 对吧 七万乘以百分之十 要补交的成建税和教育附加就是七千 好 B选项是对的 那大家一定要仔细读题啊 你比如说这道题 对吧 他补交的 同时问你补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总共是多少 你就不能光算一个成建税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把成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加都算上 人家问啥咱算啥 人家问的是成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咱就算这两个啊 一定要认真审题 题目并不难啊 好 接着呢 是咱们的第七道题 下列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生产企业出口 如果它采用的是免底退税 那经税务局正式审批核准当期免底的增值税税额 应该怎么办 应该记入你的积税依据中 去缴纳成建税 对吧 而不是从你的积税依据中扣除 错了吧 应该是记入进去 那B呢 城市维护建设税原则上不单独规定减免是对的 城市维护建设税因为它是附加税 附加税的性质就是它没有自己专门的纳税义务人 没有自己专门的征税对象 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税收优惠 对吧 它都是随着两税走的 两税的纳税义务人就是它的纳税义务人 两税的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就是它的征税对象和征税范围 那它同时随着两税的减免而减免 所以说它原则上是不单独规定减免税的 但是我们确实有极小一部分的一些减免规定啊 但是这句话是对的 C呢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的咱们是不退还承建税的啊出口不退即征即退也不退 好他错了他说要退还就错了啊 D呢期末留底退还的增值税的税额是可以从即税一句中扣除的他说不得扣除也错了 对吧期末退期末留底退税退还的留底税额它本身就是你的净项 那因为给你退了你就没法去抵净项了 哎导致你的盈拿税额变多了 但其实这一部分如果不给你退也是可以作为净项去抵扣的 那你享受了这个优惠政策 咱们依然让你把这个期末留底退税的税额从你承建税的即税一句中扣除啊 所以说是可以扣的啊 那正确选项呢应该是B选项 好这是4-7 下面呢就是多项选择题 先来看4-8 某线化妆品厂 在2023年的6月 接受位于市区的乙化妆品厂的委托来生产一批高档化妆品 乙厂呢提供原料的不含税价是30万元 假厂收回不含税的加工费是2万元 当月该批高档化妆品加工完成 并且全部收回 关于上述业务的税务处理说法正确的是 他同时考到了咱们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地方交易附加 对不对 那好 关于上述业务说法正确的是 咱们先把这个业务来理一理 好吧 这个业务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消费税的委托加工业务 那消费税在委托加工的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假 它是接受委托的那一方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受托方 对吧 已是委托方 假呢 咱是受托方 那以委托假来加工这个消费品 加工完成之后 首先咱们先讨论消费税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谁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乙 对吧 消费税的啊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乙 对吧 假是扣脚义务人 扣脚义务人呢 是假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业务中 我们仔细审题会发现 除了涉及到消费税 其实它还涉及到了一笔增值税 哪一笔增值税呢 就是假 它提供的是一个加工业务 那相当于假像乙 提供了一项劳务 对吧 加工劳务 所以说我们假收的这个加工 费两万 是不是会产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呀 哎 同志们 是不是会有一个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那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下 谁是纳税义务人 谁 是不是就是假呀 就是假 假对义来提供的加工劳务 对吧 所以说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下 纳税人就是假 它针对的是加工费 是不是 所以说第一你要先算一下 这笔 这笔业务中涉及到了多少消费税 再来算一下涉及到了多少增值税 涉及到了多少消费税呢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呢 它没有给售价啊 没有给售价对吧 没有给收托方假的一个售价 那咱们就只能来组价了 所以说消费税是需要组价来算的 怎么来组 材料成本啊 30 加上加工费啊 2万 对不对 好 这个利润率是没有用的 是一个迷惑选项 因为委托加工业务 你不能拿成本加利润来组价 你得拿材料成本加加工费来组价 对吧 那材料成本加加工费 再除以一减比例税率30% 好 来 算一下啊 然后最后再乘以税率30% 算一下咱们的消费税 应该是啊 它换算成元了 对吧 所以说这里还得再乘以1万 换算成元 因为这是万元嘛 我们把它换算成元 换算成元呢 我们这个数啊 可以算一下是多少 对吧 可以算一下 然后拿着这个数呢 我们再乘以受托方当地的一个税率 受托方当地是在甲线啊 甲是在线乘的 乘以受托方当地的一个税率 这个算出来是消费税 这个算出来是消费税 那算出来之后 我们这个消费税作为甲来说 它履行的是什么 这是消费税对应的承建税 对吧 我们这个算出来是消费税对应的承建税 这个消费税对应的承建税 甲履行的是一个代收代缴义务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数啊 这个数最终最终算出来是6857.14 6857.14 那甲它履行的是一个代收代缴义务 所以说A是对的 代收代缴乘建税是6857.14 这个是对的 那它在代收代缴乘建税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要代收代缴地方交易附加呀 地方交易附加是拿我们上边算出来的这个数 乘以2% 乘以2% 你可以看一下啊 拿这个数来乘以2% 算出来2742.86 2742.86 代收代缴的地方交易附加 也是对的 对吧 这是代收代缴义务 那代收代缴完了之后 它自己还有一笔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对吧 针对它收取的加工费 它作为销售方 它就是纳税人 那它这笔增值税要交多少呢 就是2万乘以13% 2万乘以13% 等于2600 这2600 它自己也要缴纳成建税 你可以算一下 2600 乘以5% 我们最终算出来还要交130元的成建税 所以说 甲自己应该缴纳的130元 是作为这笔增值税来说 它本身作为自己的纳税义务人 应该缴纳的成建税是130元 好吧 是130元 所以说这道题的ABE都是正确的 ABE都是正确的 那这道题呢 它出的就稍微有一点复杂 因为在这个委托加工业务中 我们平时讨论的更多的是消费税的 委托加工的处理 那其实在委托加工中 我们提供的这个加工劳务 是会涉及到增值税的征收的 对吧 那增值税 那就是收托方 自己就作为纳税义务人 去交自己这笔增值税了 所以说你要搞清楚 他在这项业务中 他担任了两个身份 一个是消费税的代售代缴义务 一个是对于自己加工费增值税的 一个纳税义务 他是有两重身份的 好 那是这道题 这道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希望大家下去自己也再分析一下 好吧 那接着呢 咱们来看4-9 位于市区的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 试用出口免抵退税政策 2023年的3月 内销业务的销项税额是500万 当期能抵的金项税额是780万 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额是400万 打注意一下啊 打注意一下 后面呢 是将自行研发的动力节约技术 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 取得不含税的转让收入是80万 这个技术转让在增值税上是免征的 那免征增值税是不是也免征 承建税呀和附加呀 对吧 所以说这80万我们是免的 免的你就不用算了 我们只讨论前面这个出口退税的行为 出口退税的行为 首先内销是500 能抵的金项税是780 对吧 我们算出来有一个负的280 这是梳理完内销之后得到一个负的280 其次呢 免抵退税额是400 这个免抵退税额是什么 就是一个退税尺度 对吧 退税尺度是400 那你要拿这个400跟280去比 去数小给你进行退税 是吧 一比280小 给你退多少 我们只能退 280 我本来是有400万的税要退的 但是实际上最终呢 我只给你退了280 是不是还有120没退呀 啊 这120没退的去哪了 来 同志们 400减去280 等于120 这120没退的 它有一个名词叫啥 叫免抵税额 对吧 为什么没退 因为去免抵了 抵了内销 所以说这道题你得先算 我要不要交增值税 我不用交 对吧 这80万是免的 我不用交出口的时候呢 我不仅不用交 我还能收到280的退税款 所以说A要交是错的 B呢 要退增值税 退280 这是对的 对吧 我们会退280的增值税 但是退280的增值税 我们没有去税务交 机关交增值税 但是你依然会有 承建税的纳税义务 为什么呢 因为免抵税额的120 我们是要交承建税的 对吧 那免抵税额的120 我交多少承建税呢 我是在市区的 我的税率是7% 所以说免抵税额 这一部分 我会交8.4的承建税 那应该缴纳承建税 8.4是对的 对吧 同时呢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交多少呢 也得交啊 120乘以3% 等于3.6 我要交这么多 教育费附加 120乘以2% 等于2.4 我要交这么多 地方教育附加 对吧 所以说他教育费附加算错了 但是地方教育附加算的是对的 那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 应该是BCD 应该是BCD 所以说它就涉及到了一个出口退税行为下 咱们如何来计算 出口退税行为下 你一定要去找到它的免抵税额是多少 因为免抵税额的这一部分 是需要缴纳承建税和附加的 需要缴纳的 好 这道题 大家下去也是再重新来自己做一做 去把它梳理一下 好 这是4-9 接着呢 是4-10 下列不属于城市维护建设税 计税依据的有 那进口的增值税 咱们是不征承建税的 对吧 进口的关税 那就更不征了 更不征了 对吧 因为咱们就是一句 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码 是没有其他税种的 C呢 境外单位向和个人向境内来销售劳务 那也是一个进口 对吧 那你进口的 不管是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咱们通通都是不交承建税的 它也不交 国内销售环节 实际缴纳的两税 这个是要交承建税的 这个是记录 这个不能打差 这个得写不记 对吧 这个是不记 这个也是不记 这个也是不记 C是 D是记录 E呢 减免的两税 减免两税的同时 也会减免成建税 所以说它也不记 那不记的 A B C E 都不记啊 只有D是要记录 记录一句的 这道题比较简单 咱们过掉 下面呢 是4-11 下列税费中 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的 有哪些 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的啊 在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的 除了咱们第4章 讲到的成建税 教肥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之外 咱们后面还会学到一个税种 叫资源税 这4个是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的 那增值税呢 进口要征 出口也会退 对吧 所以说它不能选 成建税要选 教肥附加要选 地方教育附加也要选 消费税呢 进口要征 出口也会退 所以说它也不能选 所以说是BCD啊 那我们后面还会学到一个资源税 资源税它也是进口不征 出口不免也不退的 好 那成建税的题目呢 比较少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税种 大家呢 重点掌握成建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它的计税依据的相关规定 因为考试命题的时候呢 大部分会在计税依据上 给咱们去做文章 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能连续私消费网 以 cuidado 我的钱 疯到 enden 恢等 请 sang